前首相马哈迪公开挑战现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要求他立即召开全国大选 以证明他仍然获得人民的强烈支持 马哈迪表示 安华成为首相是出于偶然而非选举 他认为在自己的执政时期 每次选举都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获胜 如果我滥权 人民有机会把我赶下台 马哈迪表示 他的目的是测试人民对现任政府的态度 并强调了他的领导风格与安华的区别 他指责安华害怕自己的影子 声称有人试图推翻政府 如敌败行动 他指出 安华不知道如何真正帮助人民 因此一直试图打击腐败 却释放了涉及腐败的个人 我挑战安华今天就召开全国大选 不管他敢不敢 让我们看看人民会说什么 马哈迪是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批评安华领导的政府 无法解决大马当前面临的问题 并针对最近 他与一些关系密切的大人物 遭到反贪会传召仪式 作出回应 他反驳了安华早前关于调查敦 是一项困难任务的说法 调查敦一点都不难 但要调查掌权者 就真的很难 只要支持政府 即便面对47项指控 也可以逃过法律制裁 不支持政府就会遭到调查 马哈迪表示 他举例财政部前部长敦达 及其家族的财产被查封 这反映出 对敦进行调查是相对容易的 我随时都可以被调查 因为我没有权利 有权利的是首相 我毫无权利 他指控安华领导的政府 滥用法律 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他提到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应反对政府而面临法律起诉 而那些支持政府的人 则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种不公正的做法 将影响到马来西亚 司法体系的公信力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呼吁高教部停止 就有的官僚主义作风 不再代表大学做过多的决定 而是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 让其自行决定优先事项 安华在2024年 全球思维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提到 需急迫性采取这项建议 特别是考虑到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披萨报告中 某些领域的情况令人担忧 他强调 正常的决策步调 可能导致大马在国际舞台上掉队 高教部必须制定 明确的政策和措施 允许国内高教领域自由发展 同时鼓励大学拓展一些项目 如人工智能研究 即使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 他强调 这需要采取一些非传统的措施 并与高教部保持反复的讨论 以确保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此外 安华还呼吁 对国内学前教育制度进行审查 以避免社会不平衡 他指出 如果80%的孩子 进入不同类型的学前班 却只有不到50%表现良好 这将加剧 城市与乡镇 城市富人与城市穷人 乡镇穷人与内陆穷人之间的差异 今年 我敦促负责学前教育的教育部 为所有学生提供全面的额外设施 即使政府需要承担新的开支 就如去年政府拨款10亿令吉 用于学校厕所的维修 安华也宣布 慈悲基本援助金计划SARA 将从即日起分阶段发放 总设计金额高达7亿令吉 这一计划的规模 较去年的1亿3000万令吉 扩大了5倍 使拨款总额大幅提升 同时受益人数也从21万人扩展至70万人 安华表示 感谢上仓 我很高兴这项援助金计划 从今天开始分阶段发放 他强调 这一援助金计划的改进 旨在明确经济框架下 解决人民间的贫富差距 并建设一个包容性的社会 他指出 我国的经济转型从提升人民的地位开始 而慈悲基本援助金计划的加强 将进一步巩固这一目标 这也是政府在推动社会公正 和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积极举措 安华补充说 政府还将宣布 其他援助金计划的改进措施 旨在帮助提振弱势群体的经济 并维护明确经济框架核心下的平等原则 民政党宾州投诉局主任黄义恩 指责宾州政府在各地区农历新年宣传看板上 未使用中文 甚至连贡西发卡爱也不敢写 简直是在自我矮化 他在周一的文告中表示 宾政府在圣诞节宣传看板上 已经使用Hurry NATO 而非Merry Christmas 如今在农历新年宣传看板上 连中文都敢写 令人感到无法理解 黄义恩批评兵政府 连常见的Gong Seafakai都没有写 而只是使用一行与华人新春无关的 加强团结口号 称这是一则不伦不类的新春贺词 他质疑西蒙与团结政府的华裔领袖 声称捍卫华教母语中文 却在宣传看板上表现出自我矮化 放弃使用华文 认为其言行不一致 他进一步指出 许多马来人领袖 包括元首首相部长 以及伊斯兰教党领袖 都会在贺词上写上 Merry Christmas you gong seafakai 而宾州政府的做法 让人质疑其隐含的动机 黄义恩表示 许多民众向民政党反映 在看到兵政府 在各地区张贴的农历新年宣传看板时 发现根本没有中文 更没有gong seafakai的祝福 这令人感到困惑与失望 火箭领袖经常高喊捍卫母语 但他们的行动却与之背道而驰 根据我观察 这些宣传看板 甚至没有向地方政府申请张贴准证 雪兰俄州县市议员职位分配问题 导致雪州陷入政治僵局 雪党州公正党副主席 祖威利亚直言 雪州巫统提出 将县市议员名额与乡村发展 及安全委员会主席职位 相互交换的建议 显然不妥 并呼吁雪州巫统重新考虑这一提议 祖威利亚表示 在接受自由 今日大马的采访时表示 西蒙与国郑州领袖 已经就地方议会和乡村发展 及安全委员会的职位分配 进行了讨论 然而 她指出 由于雪州巫统主席发布的声明 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磋商 与此同时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则表示尊重雪州巫统联委会 拒绝20个县市议员职位分配的决定 她昨晚在雪邦与22名 巫统雪州联委会 区部主席开会后 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 并指出 这并非小气之举 对于有关贪婪的指责 阿莫扎西澄清说 并没有这一回事 她强调 巫统雪州联委会 将继续支持 州政府的计划 尽管他们可能在现实议员职位分配上 没有得到预期的职位 一党敦促民众 明天早上前往国家王宫 参与人民集会 并计划向国家元首苏丹 阿多拉陛下移交备忘录 然而 警方至今尚未收到 任何相关集会的申请 根据早前在网上流传的 照片和信函 一份据称是由雪州 伊斯兰党青年团 发出的信件显示 备忘录移交仪式 定于明天1月23日 上午10时20分 在国家王宫2号门前进行 由人民运动秘书处 负责向国家元首递交备忘录 伊党青年团更呼吁各个区部 至少派出100名年轻人 参与明天的行动 对此 吉隆坡总警长 拿多阿劳丁表示 警方目前并未接获任何 关于上述集会的通报 根据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 任何主办方 必须在集会前5天 以书面形式通知警方 并附上包括场地所有者 许可在内的相关文件 和平集会社会社会上升 仰和平集会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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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页